奔驰出车祸,4S店主动拖走,维修也要5万,不给钱直接拆成空壳,到底发生了什么,他们为何如此嚣张,高达20万的维修清单又该谁来承担,我们继续往下看。 这位陈先生就是奔驰车的车主,前几天这发生了意外,还没来得及思考如何进行下一步的他,率先接到了4S店的电话,随机就将车拖到了店里,这原本没有什么不妥,只是4S店是如何知道自己电话,且第一时间知道车发生事故的,一个一个疑问围绕在脑际,难道好处的待遇就如此之高吗? 可当知道结果后,一切猜测便迎刃而解,实行压根没有陈先生想象的那么简单,这一切还需从车祸发生的那一刻开始说起,开车出门在外难免会发生意外,这是避免不了的,陈先生也是如此,前段时间,陈先生驾车前往江西,结果就在高速上发生了车祸,没过几分钟,当第一家奔驰4S店的工作人员以训练不及掩耳知识来到了车祸现场,二话没说就将车拖走了。 陈先生第一反应是非常感谢,至于4S店为何有他的电话,又为何第一时间知道他发生了车祸,并没有多想。 为表达谢意,当即就给了4S店5000元的感谢费,也相当于是拖车费,这笔数目不算小,起码拖车足够了。 修车的话,陈先生并不想在这里。 但令人慢慢没有想到的是4S店竟然强买强卖,强行索要5万元的拆减费,这让陈先生很是生气。 好好的设备大卸8块,还没有算账,现在进张口就要5万,未免太过分了。 4S店估计看在车价值不菲的份上,未经车主陈先生同意就对车详行进行了维修,且还出示了长达一页纸的维修清单。 这当然不能认账,虽然不差这点钱,但也不能当了这个冤大头。 但仅仅在陈先生拒绝缴纳之后,就被4S店恶人先告装上诉到了法庭,这让陈先生气愤不已。 奔驰发生车祸,4S店强买强卖,没修也要5万,出主拒绝妥协,经被告上法庭,事情究竟怎么回事,5万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,20万天价维修费该谁来承担。 不只是这些,如果真正对车进行了维修,且换了更好的零件,也就不说什么了。 可仔细寻查车一圈,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同,反而发现轮胎变成了旧的,钢圈依旧是坏的,发动机支架也是坏的,维修这么半天修的事呢。 所谓的维修费瞬间变得荒唐,5万是他们4S店的规定,并不是车主的决定。 可4S店上诉法院的举动,无疑想给陈先生扣上不奖礼的帽子,但大家都不是好欺负的,既然4S店不人,那也不能怪别人无意。 陈先生随即向当地市场监管总局投诉,经照查发现4S店不仅涉嫌捆绑销售,且还偷工减料,真是赤裸裸的敲诈。 结果我们委托了一个专业机构进行评估,评估就发现它这里面有这个爆了修的,结果没修,说修了两个轮台,结果这一个轮台,这就是虚假的修理。 正常修方向机是需要有钥匙,要是打着火以后,测试方向机是不是有问题,而且是要达到70%的破损率。 如果是没有,你这犯了,最起码说是一个不规范。 眼看着事情暴露在眼前,4S店顿身为了嚣张的气焰,收回了当时的锋芒,也打算撤诉。 但还未给陈先生一个准确的答复,自作主张拆卸汽车,已经踩在了底线上,事故发生还未满24小时,车就变成了那样。 看得出来,这是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完成的,为的就是让陈先生多出一笔费用,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敲诈的所有钱人的机会,只是有钱人也不差,更不会给他们敲诈的机会。 事情的结果已经有了眉目,但是S店并未提起关于任何对陈先生赔偿方面的提议,只是不提就不用赔偿损失吗? 答案是否定的,被大卸八块的车该如何处置呢?维修费又该怎么算?就在双方因为维修费炒得不可开交时,大家惊奇地发现,与陈先生同样作为被告的还有保险公司,这是为何?和保险公司又有什么关系呢? 奔驰出车祸,4S店主动拖走,索要5万拆卸费,车主拒绝后,仅私自把车拆成空壳,甚至还列出高达20万的维修清单。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?4S店会为这种强买强卖的行为付出什么代价呢?原来,车发生车祸后,原本是保险公司理赔,4S店强行拆车产生了费用,这笔钱需要保险公司和陈先生一通承担,因此被告那一栏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两方的名字。 当地市场监管局介入此事,才避免了此类事情的发生,汽车维修费到底该不该收取拆减费,一直是大家争议的话题,这已经成为了修车行业的行规, 只是拆减费并非是明令禁止的一项规定,但也应该在车主同意的情况下进行。 单从这5万的拆减费来说是不符合规定的,且远远超出标准。 从整件事情看来,5万元的费用并非单纯只拆卸费,而4S店拖车的目的也是为了引车主入圈套。 当车主稀里糊涂的签字时,4S店便开启了肆意维修,失字大开口的行为,甚至还将车大卸八块,这一切的一切车主就像一个局外人,完全不知情。 就等着要闲的那一刻,清醒过后不由地让人后背发凉。 陈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就在陈先生犯难之际,当地监管部门给出最终解决方案,以48万元作为处罚。 也算是给了4S店以及所有维修店一个教训,这才告诉更多车主,遇到损伤利益的事,一定不要稀释宁人,否则换来的就是4S店的得寸进尺。 日后难免有更多个受害者。